商务部长这两天在中国对吧 对 先锋发布会说话说的有点难听 就是管控你们过剩的产能 不要向美国倾销 人家说的是大实话 我们只是想看看 这一次他从中国回来之后 中美的经济关系和经济交往会怎么样 也看看我们将来该做些什么样的生意 也跟大家讨论讨论 对 其实很多观众 其实在我们下面留言的时候也发现了 我们俩既不是粉红更不是反贼 我们是奸商 所以其实从我的角度 我其实挺希望中美的经济交往 能够恢复到疫情前或者说正常化 对 我是很希望的 但是好像有点难 一去不复返这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耶伦这次去有一点好处 就是保持一个沟通 咱举个反例 就是马英九同志这两天也在大陆访问 对吧 你看 其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实体的领导人 你的外交政策不应该是不接触 我这里说的不是马英九 对 是民进党 就是现在民进党完全采取了不接触的政策 我觉得这不好 即使大家在战争状态 我们也应该保持一定的沟通 当然可能我们这种小老百姓不知道 说明人家民进党和共产党私底下也在沟通 我们不知道 只是从台面上 你现在弄的剑拔弩张完全断绝所有的联系 这个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 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美国人的政治智慧 就是说即使我跟你再有分歧 甚至快要冲突了 我跟你保持沟通 对吧 甚至你看这次像俄罗斯的那个孔习 莫斯科那个事情 美国得到情报第一时间去通通报了俄罗斯 俄罗斯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情 就是说大家是负责任的大的政治实体 你不应该不去沟通 成年人嘛 哪能像小孩子一样在那边耍脾气呢 你看耶伦这次去把话说这么难听 但是中国人就明白了 你们担心的是这个 担心的是我们输入你的廉价产品太多 你反而造成了你美国的贸易逆差 到底是顺还是逆 我都搞不清楚 这个是相对来说 作为中国来说就是顺差 作为美国来说就是逆差 对吧 但是我们下午也讨论这个问题 有些事情怪美国人自己不好 你说这怎么产生逆差的 你把一些高价值的东西卖给中国 就没事了 对吧 你比如说你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你都不卖的 芯片也不卖 光刻机也不卖 那么所以造成了这么巨大的逆差 对吧 中国人把这些廉价产品全输入到美国来 但是反过来中国政府做的也不好 都多少两三年了吧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所有航空公司的进口名录 只有空客的飞机 波音的基本都停了 波音737 MAX它是个理由 你说它质量不好 你说它有问题 是啊动不动掉一下门掉一串门下来 也是给中国政府扎的一个借口 对吧 但是这个逆差其实就是这么造成 你说你进口再多的衬衫什么这种我们上次说的斯丹利的杯子 你第一步过去卖两架飞机过去的吧 对吧 但是除了飞机其实我相信这一次耶伦也一定会私下或者不是私下就是大家要勾兑 你中国政府也一定想要买更多的他们想要的东西 那么中国政府想要的什么芯片 你不卖 对吧 AI技术出口 你不卖 服务贸易 你不卖 那还能干嘛呢 对不对 还有啥有钱的东西 像飞机这样 军火呢 军火肯定不会卖给中国了 疯掉了 那好 那你美国这个不卖 那个不卖 那你也别怪中国不卖 你不卖你的飞机啊 所以这个就要沟通嘛 所以这次耶伦 那当然耶伦他不是国务卿 他不代表外交体系 他只代表做生意的人 对吧 他肯定是带着很多大公司的 或者这种财团的这种利益 去跟中国去谈 我们今天下午其实讨论到这个话题 是因为我正在看新的采购的那些 冷饮杯和热饮杯 因为价格越来越高了 因为我们也要调整供应商 对 从我现在看到有新的供应商 给我的一个报价 比我原来的供应商一箱要少掉20美金啊 那我想 而且但是有一点 就是我们原来可能是从韩国进 然后呢会从台湾来买这些东西 然后我想如果真的恢复了 如果从中国来进的话 是不是价格会更便宜 这个是个变化 其实在疫情前 所有的这种低端产品和低价值产品 日用品的耗材 很多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批发市场里面 包括线上的供应商 很多都是来自于台湾 还有马来西亚 韩国会越来越多 再做替代 但是这些东西你再替代 你说你就算 你所有的美国的一次性餐具 全都变成韩国生产的 那也敌不过中国对你出口的一些东西 是啊 而且也不瞒大家 我也到现在还在用淘宝 为什么用淘宝 实在有些东西在美国做太贵了 你比如说我新店的那些灯箱 和那些KT版 那些客制 天呐 这个价格差的实在是千差万别 这个就是国际贸易的互补 美国完全没有必要 或者它的成本 人工成本管理成本 是cover不下来 我去生产这种低端类产品的 那么这些产品该有谁生产 就是有谁生产 以前是中国 现在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都可以 那么美国就应该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难道美国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特朗普有时候 他是个商人 但是他不是个好的政治家 你一定要制造业汇流 美国不适合制造业汇流 你如果要制造业汇流 是一些高端制造业汇流 那么请问 其实美国的高端制造业 到底有多少是已经溢出 没有 美国溢出的 包括欧盟溢出的 全都是低端的制造业产业 你看像德州一气 他们包括我们这边大学里面 UCI里面的那些芯片流片 还是在本地做的 你不可能流向任何地方 你不要觉得什么 台积电他们做芯片 懂芯片设计和这个行业的人都明白 台积电做的是封装 它做的不是原始的流片 或者是高端芯片的流片 其实还是在美国和欧盟 还有日本做掉的 台积电做不了的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政治话题 或者说这种类的话题 不是很擅长 但是从一个做生意的 小生意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 就好像我们采购那些杯子 如果说从中国过来的 又能够给我便宜20美刀 这么一箱的话 我管你顺差力 对啊 包括有很多人说 包括像特朗普说 汽车业制造也要回流 其实也不对 汽车业在美国也算西洋产业 该有一些这些生产力外溢的 比如说去泰国生产 马来西亚生产 台湾生产 韩国生产 甚至中国大陆生产 你就让它去生产 汽车现在也不是最高精尖的技术了 你说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的是 也是个全世界联合在一起的一个产业 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说 都要在美国生产 我早上听王志安在那边讲 也是在讲耶伦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讲到了光复产业 说中国现在这些光复产业 都需要倾销到美国 其实当年我们在做园区招商的时候 光复产业也算是我们的一个 不叫重点 因为它涉及的金额 和它的一个产业规模是很大 但是就我看到的 不是说它是不是朝阳和夕阳的问题 而是中国的光复产业 它似乎没有在中国形成应用 没有形成消费市场 你看光复产业最大的消费市场 就我们的生活而言 是在美国 是啊 我们这边家家都装太阳能板 家家户户 只要有屋顶的 基本上一半以上 现在越来越多 都装了光复板 但是不可否认 这些光复板很多都是 来自于 甚至于亚洲其他市场 美国它自己再去做这样的生产 是不划算的 它的人工也不划算 物流也不划算 我为什么不进口呢 当然 我们那个时候装的时候 装的小哥就跟我们说过的 你们要买美国国产的 还是要买进口的 进口的便宜 美国国产的贵 他说的是美国国产的质量好 是吧 他说的 所以你看 中国大陆没有形成光复产业的一个消费 我们也和一些 比如说像南方电网的一些领导聊过 他们也还是把这些东西用在商用上面 或者是公用事业上面 并没有推向全部的民用 一旦你这个产业的最终消费者不是来自于民用 那么你的市场就是有限的 说到这个的话 当时你不是还想帮他们把这些光复版推销到泰国去吗 那泰国倒真的是对中国的光复版是有反倾销的 因为泰国本身也在生产光复版 包括越南 因为越南和泰国很多厂商 他们的园区很支持光复产业的 我知道的 所以其实这一类话题很大 说到最后 可能又要变成了这个所谓的政治体制的问题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真的 我们还是真的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智一点 好好做生意 好好做生意 多沟通多交流 也许某一个点 那没准人家中国就只想要你两台光刻机 或者其他的有高价值的 光刻机是不可能卖给他 高端光刻机是不可能卖给他的 你卖一些中端的给他 还有什么飞机 好好的谈谈飞机 真的 他进口再多 你从中国进口再多的Stanley的保温杯 你也架不住 卖个十台二十台波音的飞机给他 波音质量好一点 就算是质量不好 也可以买 全世界也就这么几辆 前两天我还在看马卡耶夫说C919的产能 C919的产能 现在是每年个位数 你在五年内是追不上波音 也不可能 人家都是100年的企业了 你还是大量的民航客机是需要波音和核空课的 你就在这一点上面你抓住一两个点跟美国人好好谈 对不对 行吧 希望马英九也好好谈 希望耶伦也好好谈 对对对 反正只要不影响我们这些奸商赚钱就可以了 我们也没什么政治道德观念和形象 能赚到钱就好 也祝大家能赚到钱发财 拜拜